昨晚JJ林俊杰发长文纪念自己的15年歌手之路 出道初期的林俊杰一直在给别人写歌 当签约不久JJ便入伍了 他加入新加坡武装部队文工团 也是这一段兵役期间 他积累了大量舞台表演经验 完成了无数创作 最证明的记得收入在了阿妹2001年的专辑里 之后林俊杰为宇成庆阿渡王心灵吴克等人量身定制了多首主打歌曲 这也让他显露了头角 随后在2003年林俊杰发行首张全创作专辑《恶行者》 虽然当时SARS四行为林俊杰的出道之旅带来许多阻碍 但林俊杰和他的团队依旧坚持了下来 他们用13个月走遍了26个城市 用自己的歌声驱走病痛带来的阴霾带来希望 《恶行者》专辑封面不绝间 林俊杰用他的歌声办 随我们整整15年 他一开口就是我们的青春 而他自己也从一个腼腆害羞的大男孩成长为 现在从幕后到作曲全能的制作人 从最佳新人讲到两度问鼎歌王 我竟想不到不喜欢他的理由 一如大多数歌手 JJ被时间打磨成一块浮玉 而这又不单单是他与日俱增的年龄 还有他越来越娴熟的18番舞异 从冻结到江南 从曹操到小酒窝 从学不会到可 西梅如果JJ的曲风多种多样 融合世界元素唱出自己的风格 2004年发行了第二张专辑 第二天堂内地版江南 这张他歌唱生涯最重要的一张专辑 亚洲销量突破 150万让他顺利积身华语 乐坛音线男歌手 曹操和最赤壁 唱的是三国群雄纷争 英雄气节和爱恨生长 还记得唱着 小酒窝的JJ脸上挂着温暖如林家哥哥 的微笑 带着他特有的小酒窝 唱着最甜的歌曲 如果说演唱会和跨年的登台 让我们见证了JJ强大的来夫公敌和 行走的斯迪班 那嗓音 那么去年的梦想的声音 就让我们见证了他的音乐才华和不拘一格的改编 我怀念的 是婉约感人的对女孩的思念 爱要怎么说出口 是不同于赵船的临世金曲风格 崇拜 是如气如素 末班车 是细腻和耐人群味 而女儿琴 和菊花台 更是融会贯通 完美生动 的确如此 如果不是对音乐的热爱和执着 又有谁能够坚持几十年如一日呢 即使是在身体最痛苦的时期 胃酸倒流侵蚀声带 导致JJ挤进失声 演艺活动被迫终止 他也从未想过放弃音乐 那些痛苦与挣扎 都记录在了那首第几个一百天中 宽阔的音域 足够的气息 独到的演唱 顶级的唱功 他自成一派 成为了瞩目的音乐侠客 无论在低沉烦躁 胡思乱想的夜 还是在欢喜忧愁 需要安慰的时刻 JJ的歌声总是有种强大的力量 伴我安眠 祝我向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